乡村科学夏令营活动近日启动 昨天,重庆师范大学八名大学生志愿者 走进滇江沙平小学 和留守儿童一起体验科学知识 感受科普魅力 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 感受到化学给生活带来的便利 看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观生物 在课堂中与哥哥姐姐们交流 与同学们玩手啊讨论 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快乐 明白在外面或者说在其他地方 他们不只是一个人在生活 或者只是在跟爷爷奶奶生活 然后他的父母在远方关心他们 然后社会各界的人也会在 不同的地方来关心他们